為什麼缺個網票的錄影 可以拍嗎 這覺得很奇妙 好像都立寶了 對啊 大家都很喜歡小豬 一種好立寶的 所有的觀眾都非常喜歡 山春這個角色啊 角色是五歲的 那小豬你們現在還有聯絡嗎 喔 經界人跟我們製作單位有聯絡 那他自己參見的意願有沒有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問題 如果他檔期許可 我覺得應該會吧 對 你怎麼知道 真的好想趕快再看到 我們漂亮又帥氣的小劉醫生 醫療喜劇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事隔兩年都還沒推出續集 不僅粉絲們敲碗 女主角蔡淑貞也很希望趕快拍 但今日卻穿出主演之一的朱宣揚 應被暴劈腿重創形象 將被換角遊王大陸出演 而蔡淑貞六號出席活動時 也針對此事做出回應 那前兩天有出一個新聞嗎 對 那我就在這邊簡單的說一下 就我們的確有送一些 劇本給某一些演員看 但這個是作為詢問檔期 但我們還沒有進入選角的階段 那所有的角色都是要服務故事的 因為我們是醫療劇 故事是最重要的 怎麼樣可以讓這故事走得漂亮 這角色就會存在 所以故事還沒走完 我就不知道有哪些角色 才會一直說現在還沒有 你是原本擔心說如果不是小柱 會有不聯繫的問題 不是連不聯繫的問題 因為它可以是一個全新的故事 那就是說 一兩句它就是有它的任務 有一些東西是必須要說的 那我們要把這個故事說得精彩漂亮 就是說我們 有詢問非常多位演員的檔期 就但還沒有進入選角 再去強調還沒有進入選角 那目前有預計說是明年的初 明年上半年拍嗎 還是 希望啦 希望這是一個目標 而針對朱宣揚 到底是否會繼續參與演出 以及目前的製作進度 蔡淑貞也全說了 這覺得很奇妙 滿奇妙 我們是有問了幾個演員的檔期 只是問了幾個演員檔期 我們還沒有到選角的階段 新聞出來的是他 對 我們也覺得 所以他也是你們問的 其中的一個人 對 就是詢問檔期 有滿多位都有被我們詢問檔期 所以小豬是有在考慮的範圍嗎 還是 就是我之前有說過會有兩個版本 就是現在還是這樣子 但我們還沒有決定要往哪個方向 那小豬 你們現在還有聯絡嗎 經界人跟我們製作單位有聯絡 那他訂參與人的意願嗎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問題 希望啦 希望 如果他檔期許可 我覺得應該會吧 你怎麼知道 沒有什麼動靜 他那時候跟你們看到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個時間查吧 有 他經紀人跟妳也有聊一下近況 他的符合 嗯 怎麼會問我咧 不好意思 因為你畢竟之後 你還是要如果有辦法的話 跟他接觸最密切的人 對 不是我吧 就我 就十三月有跟經紀人打過照過嗎 十三月 十三月就是 紐約科的製作公司 哦 什麼三月 你以為就是 今年突然變成十三個月 對 對 世界變化這麼大 我怎麼覺得好像看到麗寶 就是你麗寶的小時候 對啊 對啊 大家都很喜歡小豬 為什麼跑麗寶的 而且所有的觀眾都非常喜歡 山君這個角色啊 角色是五歲的 今年不會 明年 應該是明年了嘛 可能希望 我們的期待是希望趕快開拍嘛 就希望可以過完年就拍 這樣 這是希望哦 就是 確定 我是希望趕快拍了啊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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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